禮拜的話是全部折線圖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再加一個全部折線圖2好了 OK 那上個禮拜是全部折線圖是 怎麼講 一個它等於是縱向比較單純 可是如果是整個 把這個全部折線圖貼上來好了 改成2 那如果像這樣的程式的話 當然一定是不OK的 因為之前我們是 這個主要應該會 K的地方變化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K的位置 它反正就是說 它只要放一個之後 它就向下 有沒有 向下10個 就是K的話 其實M 就是這個位置 第一個應該是放M1 第二個放M11 所以M1 這個1 跟11 21 這個我是把它抽離出來 變成K 有沒有 所以K的話第一次是放1 第二次放11 第三次放21 31是類推 但是現在的邏輯比較特殊 現在的邏輯是 現在的邏輯是 當它第一次是放1 可是它第二次的話呢 有沒有 第二藍的話還是放在1 只有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是到3 才是11 4的話還是11 有沒有 然後1 2 3 4 5的話呢 21 6的話也是21 兩個跳一個 兩個跳一個 那怎麼樣可以實現兩個跳一個這樣的一個目的 這個可能就是在想想看 因為我後來想的方式是這樣 我就是用那個判斷的方式 判斷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等於是第幾藍 第一藍的話呢是美元 美元的話呢 它是變成13579有沒有 13579它是單數的 那單數的話放左邊 雙數的話呢放右邊 那怎麼知道它是單數還是雙數 那我用除以2的餘數為多少 如果除以2的餘數 假如餘1的話 有沒有 那就是單數的 如果除以2之後餘數為0的話 整數的話 那表示雙數 反正先判斷是單數藍還是雙數藍 單數藍擺左邊 雙數藍擺右邊 先看OK吧 所以為了要實現這個目的的話 那我其實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我要畫圖的地方 有沒有 這兩行的上面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i指的是哪一藍 那除以多少的餘數就mod mod的話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2之後的餘數等於0 就這樣敘述 如果除以2之後的餘數為0的話 然後做什麼 應該為1好了 等於1的話就是單數藍 那反之的話做什麼 反之就else 就是偶數的部分 偶數藍 然後andif就結束 好 那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我先刪掉好了 其實理論上 如果是單數的話 應該是 美元就是那個單數藍的代表 所以我就把這個搬過來好了 先複製到這裡 然後把它按TAP鍵 縮排一下 放到它裡面 那R的話我乾脆就直接 把它放到這個外面 因為R可能每個地方都會用到 所以我先放在這裡 OK 好 所以也就是說 把這個它這兩行 兩行放在什麼 這個True的地方 那 新台幣的話 人民幣的話 就放在 else的地方 因為它是 偶數的代表 OK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一下 上面是 這個 單數的代表 美元 然後偶數的話 就是人民幣代表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改哪個地方 總共有幾個地方 必須要變更 第一個的話 就是 這個M1這個地方 有沒有 我要把它改成K 所以後面的話 就是 delete的料 改成 laps跟top要改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ndK 那這邊一樣 這個可能一樣改成andK delete的料 andK 那這邊一樣 laps跟top 可能就是 改一樣的事情 這個跟上個禮拜一樣 就是 就是 就不能說 一直都放在M1的這個位置 而是要 改成它應該放在 D幾列的位置上面 好 那K加上去了 再來的話就是C C的話 指的是 它的那個資料來源 那資料來源部分的話呢 這個 這個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因為A欄跟B欄 這樣改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這邊改成B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再來就是 它是哪一欄的資料來源 那當然 我們第一次的話 這個改成 這個改成C啦 這個B跟C 這個地方 都把它改成這個C的變數 放到這邊 所以一樣 就是把它刷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M的兩個 再加一個C 那這邊的話一樣 一樣 一樣M的C 所以其實理論上應該 這行其實如果改完 底下一樣 所以乾脆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就好 這樣 其實上下都一樣 好 那 可視問題來了 那K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那當然有時候 你這樣寫完 你不確定 OK 有時候可以先預先跑跑看 如果它大概有 跑出一個樣子的話 你再去修正好了 不過理論上這樣跑出來會怎麼樣 可能K的地方不OK 因為 它變成一個一個往下 來看一下 它變成這樣 跑完了 變成一二 只有兩個 頭跟尾 其他的 被蓋住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底下還有啦 只是說一直被疊上去 有沒有 這個只有一個 所以理論上我們應該在解決什麼問題 讓它跳到下一個 下一個列的位置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主要是把全部折線圖 改成全部折線圖2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我主要是用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說它是單數欄還是雙數欄 然後 其他部分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些 怎麼樣再把它改一下程式 最後的話 我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看到 因為我剛剛漏改一個地方 就是 這個底下的 這個top的地方 漏改了m的k 所以你會發現它變疊在一起 那我後來把它跑一下 我發現 因為它這個地方 它變成說 因為我那個k之前的邏輯是 每跑一個 就讓它下 放 往下 十列放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邊k的值 因為第一次是 1嘛 然後第二次的話 變成是 11 所以放在這裡 底下 再來21 再來31 當問題來了 變成說 這個k的值有點是 太增加了 等於是說 我希望它第一次增加 但是第二次不要增加 所以雙數的地方 不要增加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 只要最後 如果要讓它成功的話 最後關鍵的地方 應該在哪裡 在這個k上面 所以只要讓這個k 它具備有什麼 具備有 單數的時候 等於是 雙數的部分 它會跟前面那個單數 是同一個水平 然後單數的話 再跳到下一列去的話 那就成功了 所以這個地方 該怎麼樣 讓這個k 比較可以巧妙的 可以做到我們要的 這樣的效果 那其實就OK了 所以關鍵應該這個k的位置 怎麼樣讓它 怎麼樣讓它 這個 這個可以加 但這個不要加 OK 想想看好了 OK 試一下 好嗎 可以了 一下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